有關於大新竹合併的議題 新竹市長林志堅直言 如果耽誤到大新竹的發展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承擔不起 朱立倫重炮回應 歡迎蔡總統一起做完整的討論 大新竹的願景 要民眾一起參與 我不會參選2022的大新竹市長 依據不選大新竹市長 林志堅要讓竹竹並議題 不要因為他造成阻礙 這下球丟回給在野黨 一起深入的對國土整體規劃 把財政劃分做一次完整的討論 我們不要叫辯論 2026竹竹苗的合併升格 是個假議題 只是國民黨用來要阻礙竹竹合併 加速完成的一個這個推辭 除了要對外抗衡之外 內憂朱立倫也得解決 我們看機場決的傅昆奇是因人設施 聽到關鍵字 國民黨立委傅昆奇 朱立倫頭也不回的進入活動會場 或許是這個問題真的太難答 因為有不少基層反應 傅昆奇用同舟計畫返回國民黨之後 就馬上被提名為中央委員候選人 根本不符規定 懷疑黨中央是因人設施 那透過這次的中央委員選舉 我們也看到國民黨重新連結社會各地聲音 還有年輕世代的決心 所以我們希望廣納民意 一起來讓這次的中央委員選舉 順順利利 對付昆奇爭議 國民黨輕描淡寫 但公投之後 國民黨士氣大傷 左立倫平平開炮 要把戰友找回來 但只怕現在連黨內同志都還搞不定 華視新聞完善 莊明倩 彭冠霖 台北新竹報導